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比目鲜鱼 啊,好久不见的从零开始马克比,又开始更新了 这次呢,某鱼来教你们如何画出漂亮的卷发 本期视频呢,一共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分解教学 第二部分是实力演示 好,现在呢,我们先来进行第一部分 在做这期视频之前呢 某鱼先在直播间问过一些小伙伴 在画卷发的时候,有什么地方觉得困扰 发现回答最多的呢,是感觉画得很凌乱 没有层次感 首先呢,要画出层次感 咱们要先学会构图 不管是什么样的发型,它都有一个大致的走向 这边某鱼先来画了一个头 卷发的话,以大波浪卷为例 是从头顶垂下,然后向下自然散开 基本上呢,会有一个比较漂亮的形状的话 是那种类似于画葫芦的感觉 就是,上面小下面大 最下面呢,稍微往里收一点点 为什么要这么画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头发呢,是沿着人体垂下 头可以算作是葫芦的上面部分 像是小球球 中间的葫芦的腰最细的部分 然后呢,肩膀是葫芦的大肚子 这样子,然后呢,头发是沿着这个曲线垂下嘛 因为是卷发,还有一些飞起来的地方 画几个小卷卷,大致的构图呢 就这样子完成了 然后呢,还要注意一下线条的疏密 比如说头顶部分的线条尽量稀疏 拐弯部分相对细密 这样呢,就可以画出头发的蓬松感 至于单根头发到底要怎么画呢? 咱们可以把头发想象成一个布条 或者一个纸片 某鱼呢,先拿一个纸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像这样子卷卷卷 大致上呢,就是头发的走向了 画出来呢,就是像这样子画了 一条压一条这样子 咱们把它隐身成真正的头发呢 就画得柔软一点,蓬松一点 同时呢,注意虚实 一个漂亮的单根卷发就画好了 至于如何让它丰富起来呢 就加一些小分叉 比如说,在左边加一些 然后呢,让它和主干有一些折挡关系 嗯,差不多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嗯,好的,单根头发画完了 至于如何画多股头发的组合呢? 首先,咱们先来画一股头发 然后呢,在上面画一股新的头发 这边呢,注意它们的遮挡关系 可以压一部分,再出来一部分 有一些变化 方向方面呢,想象着 它们是从同一个方向下来 但是呢,又向着不同的方向飞去 好的,咱们来细化一下 这样子呢,两股头发的交叠就差不多完成了 然后呢,抹鱼又一葫芦画瓢 按照前面讲的方法 简单的画了一些其他卷发的例子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就是我这边呢 也找了一些不同颜色的马克笔 来画出了这几股头发的大致走向 也可以作为参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的,分解教学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你们听明白了吗? 接下来呢,某鱼拿出了最近在直播间画的 首饰女人系列的紫水晶耳环小姐姐 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好,我们开始吧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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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